大家好,今天咱们来看一下江苏省的苏珠市 苏珠市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北宜长江,南接浙江省的嘉兴,东临上海,西面是太湖 苏珠市共有六区四县,分别是孤苏区,虎秋区,吴中区,象城区,吴江区和工业园区 带广的四个县是昆山市,太唐市,长淑市和张家岗市 到2019年,全市共有常住人口1075万 下面咱们看一下苏珠的地形 苏珠的地形总体以平原为主,只有在西部太湖边缘有少部分的低山丘陵分布 苏珠最高的山是穷龙山,最高峰海拔342米 苏珠的水泽源非常丰富,除了太湖之外,境内还有众多的湖泊 如电山湖,城湖,阳城湖,金鸡湖,独树湖等等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苏珠境内的水域分布 可见,大大小小的湖泊遍布全境 据统计,苏珠境内共有湖泊300多个,大小河流2万多条 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则国 正因为苏珠地势平坦,水源称赌,所以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唐宗以后,以苏珠为中心的太湖流域,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 有苏湖属天下族的美誉 好,下面咱们先看一下苏珠的市区 苏珠的市区总体是环抱太湖,囊括了大半个太湖的水面 苏珠的历史也比较悠久 春秋时的吴国和越国都曾在苏珠建立国都 这个黄色的方框就是苏珠的古城 苏珠古城的建成历史有2000多年 后来多次损毁,多次重建 但总体都保持在原址之上 苏珠古城至今保存比较完好 古城外一圈是护城河 可以看到古城的区域还是非常明显的 古城内保留了众多的原始街区 城内水网密布 现在去古城内依然可以看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 古城的内部是县高的 现在最高的建筑就是古城北部的鲍恩寺塔 这个就是鲍恩寺塔 塔高76米 寺院始建于三国的东吴时期 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 古城内还有大家熟知的苏珠园林 比如离鲍恩寺不远的卓正园 在苏珠古城的北边 紧爱护城河的就是苏珠火车站 始建于1906年 是苏珠最早的火车站 古城所在的区域是苏珠的孤苏区 有众多的名胜古记 其中在古城西面有著名的寒山寺 张继的著名诗句《孤珠城外寒山寺》 夜半征生道客船就是在这里做的 从古城再往西就是虎秋区 也是苏珠的高新区 濒临太湖 湖边散步着大大小小的山丘 喜欢爬山赏湖的呢 可以去这边 古城的东面是苏珠的工业园区 这里也是苏珠新城区的典型代表 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 借鉴了新加坡和国际先进城市的规划经验 先规划后建设 整个城区布局合理 分布科学 整洁有序 苏珠工业园区吸引了数千家外资入住 也是目前苏珠GDP总量和人均最高的城区 苏珠整体的经济呢 比较强劲 特别是苏珠下属的县级市 昆山市长期霸占全国百强县的榜首 张家港长鼠和太湯也长期保持在前10名之内 苏珠仅靠上海能享受上海的辐射效应 但同时这也是制约苏珠发展的因素之一 好 这个就是苏珠的大